民眾目擊貨櫃車側翻 接著冒出火焰 警銷到場 發現貨櫃車整個側翻90度 横躺在中央分隔島上 消防員拿著破壞器材 跟著時間賽跑 搶救卡在車內的駕駛 好不容易把駕駛救出 但駕駛傷勢過重 沒了心跳呼吸 這起貨櫃車翻覆 就發生在4號下午 金融港西安領外道路 一輛貨櫃車自撞分隔島之後翻覆 我們到達現場的時候是一台連結車 然後翻覆在內側車道 駕駛夾困在駕駛座裡面 經過我們檢視之後呈現O卡的狀態 我們請高公局調動拖駕車 我過來協助幫忙拖駕 然後順利的將受分的司機拖分出來 而無獨有偶 一輛貨櫃車行進西岸連外道路 北上0.7公里處不慎反覆 所幸只有後方佔運的貨櫃傾倒 司機即時脫困受到輕傷 警方對照射駕駛進行酒測 酒精值為零排除是酒駕 由於該處有多處的彎道 初步推測可能因為天嶺路滑 加上司機操作不當 才會導致貨櫃車翻覆 至於詳細原因 有待進一步釐清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